好 那些新冠疫情之後呢 臺日首次的對飛包機 傍晚時間抵達了臺北松山機場 這一回是有一百七十 走民的日本旅客 要展開五天四夜的北臺灣之旅 還要參觀臺灣燈會 台北市張蔣萬安 也特別前往機場來迎接貴賓 蔣萬安表示 臺北市和日本的愛媛縣松山市 一直以來都是很好的夥伴 也因為呢 有松山的同名緣分 所以在二零一三年 簽訂友好遭留協定 更啟動了臺日包機對飛 今年也剛好建滿十周年 希望可以促進臺日的觀光 以及文化遭留 因著觀光局的統計 日本旅客平均每個人 每天消費是兩百一十九美元 預估這次包機 可以為臺灣帶來六百萬的觀光產值